城中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一名女性身中七刀当场丧命 本是群魔乱舞的恐怖派对 不曾想却成了黑人抬官现场 根据腹部的七处伤口都不深 而看似凶器的是一把塑料弓冰刀 法医秦明一眼就断定 死者并非是被凶手捅死 果不其然 经过解剖秦明发现 真正死因竟是因为解剖致死 从刺入的深度秦明判断 七处刀伤均不是致命伤 为了查明真正的死因 宝哥拿来作案工具大钳子 秦明打开死者胸腔掏心掏肺 结果发现死者的心脏大小有点奇怪 正常人的心脏是自己拳头大小 而死者的将近是1.5倍 这代表死者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 经过称重死者心脏接近400克 远超正常女性的心脏重量 通过对心脏一个晚上的研究 秦明又排除了其他病变 因此真正的死因应该是心脏病 对着心脏研究了一个晚上 现在好想吃烤鸡心啊 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 女孩死前并没有不剧烈运动 可以排除运动导致的心动过速 而尸体面部皮肤水润有光泽 也可以排除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心脏功能紊乱 秦明推测真正的致死原因 很可能是过度惊吓导致心脏病复发 可基本上所有的受访者 都说女孩胆子极大爱看恐怖片 甚至经常作死参加恐怖派对 令秦明十分在意的是 死者的口袋中有一个空药瓶 很简发现上面沾了假血 结合死者手上有一针一钾两种血迹 代表死者是在化过妆之后 并且是在中刀之前吃的药 那会不会死者的药被人掉包 那会被换成什么类似的药 有很多种药物可以导致血液 快速流向心脏造成心跳移植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有人用刀痛死者 活着 让他遭受了其他情绪激动的事情 就很可能导致心脏病毒发而猝死 听到这林涛茅测炸台 他想起许多受访者说过 98老板李天奇在案发当天 曾和死者发生过激烈争吵 于是三人组缤纷两路展开行动 秦明和宝哥经过化验发现 药瓶中测出了抗抑郁药物成分 这是心脏病人的大警 和98的监控视频显示 李天奇并没有换药的机会 但是他又似乎隐瞒了什么 另外林涛还发现 案发当晚死者还见了一个人 他就是当红女演员张仪 因为死者的爆料 张仪八卦不断绯闻缠身 可听到女孩死了那一刻 张仪的脸上只有惊讶却没有惊慌 加上采集她的指纹进行比对 于是宝哥耍了点小心机 你想跟张仪和林否耀签名为友 采集到了助理的指纹 结果经过比对 确实匹配刀柄上的指纹 面对警方的审讯 助理承认用塑料刀捅过死者 不过他只是想要吓一下死者 秦明根据七处刀商判断 助理确实没有想过要伤人 因此酒吧里还有其他行凶者 让秦明很在意的是 当时派对已经开始狂欢 那死者为何会出现在更衣室 更重要的是 死者被扎之后手上是有血的 但药瓶上只有道具用的夹洗 说明他被扎之前 就已经被什么东西惊吓到了 所以才会去吃瓶子中的药 几人谈话之间 秦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他提出要检查一下更衣室 没想到李天琪却突然慌了 更衣室 原来作为专业偷拍摄影师的死者 案发当天来到更衣室时 无意间发现其中的镜子是单向的 把你的手指放在镜子上 如果手指跟倒影之间是完全贴合的 那就说明这面镜子是单向的 而正常的镜子 他怀疑老板偷拍女人换衣服 于是便和李天琪大吵了一架 从李天琪偷拍的视频中 三人组发现案发当天 有个穿披风的神秘人潜入更衣室 偷偷换掉了死者口袋中的药 根据一犯身上沾了玻璃上的荧光 秦明通过监控视频发现 此人从更衣室出来后便禁止离开现场 这说明一犯根本不是来参加派对 并且如果穿成这样走在路上 肯定很招摇 因此一犯一定是开车来的 果不其然 通过车牌查到此人名叫姜天 是死者的高中同学 因为怀疑死者生前被惊吓过 于是秦明又重返案发现场 顺着死者留下的邪手印 秦明来到了天台 发现地上残留着两种邪印 一种和死者邪印吻合 另一种从大小和花纹上看 应该是女性的足迹 并且指向了高处的佩电箱 而在佩电箱的地方 宝哥却发现了几根长发 并且上面残留着某人的指纹 更奇怪的是 纹路显示指纹的指尖竟然向下 于是秦明让林涛去查一查 姜天是否有长发的女朋友 结果调查发现姜天确实有个女友 不过对方却是个短发女孩 根据姜天女朋友小美的供词 案发当天姜天确实让她戴上假发 趴在佩电箱上装鬼吓唬过死者 而指纹和假发的比对结果 也和现场残留的证物吻合 可让小美感到奇怪的是 半鬼吓唬时死者并不害怕 反倒当小美走近向她打招呼时 她却害怕得大声尖叫跑下楼去 就在秦明疑惑死者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事 林涛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姜天高中时的初恋女友 被死者造黄瑶害死了 让三人足十分意外的是 姜天的初恋女友 竟和小美长得几乎一毛一样 虽然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江田 但警方并没有姜天换药的直接证据 就在案件调查陷入僵局时 宝哥却点了一份小龙虾吃毒食 看着宝哥换手套 秦明突然脚踩电门茅厕炸开 为什么换手套 因为漏油啊 他重新化验了死者的药品 结果瓶口测出了微量不饱和脂肪酸 但试检时并没有在死者的位移 发现任何小龙虾的残留物 因此只可能是江田换药时 为了不留下指纹 就地取材选格吃小龙虾 食用的一次性塑料手套 而这种手套的设计有缺陷 食用油会从里面渗透出来 因此在瓶口留下了不饱和脂肪酸 而在这之前调查小美时 拥有狗鼻子的宝哥 就曾嗅到小美身上的小龙虾味 据小美交代 案发当晚江天确实带她去吃果 至此真相水落石出 可当秦明提审江天时 江天却撩开嘴巴露出后草牙 秦明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 质问江天帮她犯罪的神秘人到底是谁 她又跟自己父母的死有何关系 而这又是法医秦明的另一个故事